美国大学生趁廉价到湖畔玩耍 不了下一秒底下站立的码头 却瞬间崩塌 所有人全成了落塘机 这起码头坍塌事件 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的门多塔湖 当时共有60到80名学生坠狐 尽管有6人受伤送医 但通通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校方还在调查码头坍塌主因 无独有偶在北卡的一处钓鱼码头 也发生类似的意外 当时大约10名钓客才准备上船 却突然脚下一空之后全部落水 始发现场已经拉出封锁线 但还是能隐约看见 码头木站到中央凹了一个洞 由于坍塌时只有约10人行走 负重应该不算多 究竟为何突然坍塌 钓鱼中心的业者恐怕难辞其咎 烈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址